乃花是非常积极的人 因为她们的个性很适合真的去关怀 就是现在是地球村 来到台湾的一些新住民 很爱她们 因为她那种乐观 那种激热情 又激动对不对 对 很适合 因为她们有一个团队 那我们在旁边可以陪伴 这个是很重要 那种爱的力量 就可以去温暖到别人的心里 各位好 欢迎来到大爱会客室 为您推荐的好戏 归娘家 今天要邀请到的台湾媳妇 我们一样邀请到慈童师姐 陪她一起来聊一聊 慈童师姐你好 主持人好 全球大爱观众大家好 继续来欢迎的是乃花 大爱观众大家好 其实我们在惠直男星班的时候 也会不会邀请她们 有时候对于学习的成果 或者是自己一些心情 做一些分享 会 我就记得我们课程有一段 在讲甘肃水教的事情 我就看到她一听这个 煎水教 她就马上都做了一份工作 把这个钱就煎甘肃水教 就是你会看到 她是属于一个很积极派的 就是她听到她很感动 她马上做 所以你会去觉得说 我可能现在的收入 我没有办法多捐 可是她会为了要做善事 再去建一份工作 对 因为我在慈激上课 就是一去上课的时候 慈激有准备我们的午餐 然后我就说 准备我们午餐 我们要去缴钱 我就拿了两百块钱去缴 然后那是第一次 一进慈激的时候 他们说 师姐你今天第一天到慈激 你都要缴钱 她说好 我帮你登记 我说不用登记 我说我们在这里吃饭要缴钱 她说我要帮你加入会员 结果从那一天开始 我老公还有我 我们两个人就是加入慈激会员 了解 现在已经十几年了 便当钱 便功得款 后来慈激他们说 去做水教 甘肃所那边没有水喝 你只要去捐几千块钱 就可以做一个水教 让全家人都有水喝 我说那我现在没钱 我说那我去 我说以后 我说我去再找一份工作 那下个月如果领薪水的时候 我就来捐会来得及吗 他们说会 你要做善事 远远都来得及 然后一开始 用我老公的名字捐 我说我老公很省 省到他家只有一个小订婚上 然后冰箱也没有 电视也没有 一个订过 然后什么都没有 然后我说他省成这样子 那他的请省来 应该要帮他做领功的 然后就把他 然后就以他捐 后来我说 第三个月前领来 又帮儿子捐了 然后捐完 然后又再帮爸妈捐 爸妈也捐了 然后到最后 我自己要捐的时候 他说刚是省青春了 他说你可以用其他方式了 他说现在那边没有在做水教了 我说 我还叫 他们说做善事要及时 真的要及时才能来得及 没有来 没有及时就 听了这么大一场串 赚的钱都是先用别人的名字 做善事 从他们的身上 真的感受到他们那种 无私 因为上课上人有讲 我们付出还要道感恩 因为一般佛教都会讲三轮体空 没有我布施的人 没有被布施的东西 还有对象 那上人就很简单 讲的话很容易懂 他就付出无所求 还要内心道感恩 所以他们一听就清楚明白 所以看 他就讲做好事 你要及时不及时 想做也没有机会 尤其他在这次那个 就是他刚刚形容到的 那个甘树水教这件事情 他就深深可能自己都体会到 行善还是要及时 对 如果没有持绩的话 我不会在台湾待这么久 可能因为那时候会待不住 因为走出去 就是人家都会蜂蜜蜜 就是人家说 那个某某人的 太太又来了 他们都称呼我老公叫马子 因为他脸上有长过天花 他说那马子太太又来了 又来骗钱了 我钱骗一骗走了 然后那我听了我也不生气 那嘴巴长在人家身杂 那人家要怎么讲 是人家的事 然后就觉得人家 走到哪里人家都好像欺负你一样 就是大家很不开心 到了慈祭以后 看见那个师姑师伯他们 还有师姐他们都很用心地付出 我觉得在这边学会了感恩之子 就是觉得很之子的 然后那时候好像电视有播 我们去坐水窖 然后我们村庄有一个 一个老太太说 周南华 他说你还去捐款 他说还有人比你更可怜的吗 应该你是最可怜的 他说你还有钱捐款 我说因为我有一双手 我说我没有钱 我有一双手 我去帮了面团洗碗 我又赚了一餐吃 我说晚餐又吃老板的 又有钱可以领 我说这是多出来的 所以你看他身旁的人 都觉得他生活很苦 可是他不以为苦 对不对 因为他看到别人更需要的地方 其实我觉得奶花有一个 让我也觉得蛮敬佩的地方 因为奶花讲话的口音 是很容易让人家就知道 你知道我是大陆的 所以可能有时候在沟通上面 然后就会有一点点的距离 对 慈东师姐你觉得他乐观 我现在觉得他乐观 你认识他的时候 他就是这样 他就是这样 像一天甘肃血浇西 他就马上实际的动作就做出来 其实像那个尼泊尔的震灾 他看到怎么那么大的灾难 就这样一个活头的出生地 上人都在呼一 所以他就马上 他自己发现 他一天要募十个 去募十个 结果他说 一天十个 对 因为我在公司上班 我就去问同事 那天问了很多人 那我就募了四 三个人 还是四个人 我就说 那我今天又说要募 十个人没有怎么办 那我就 我两个儿子 我老公 还有我爸妈 凑一下 十个人了 然后我说 很高兴 那天我就用LINE传给新闻 我说 今天我募了这么多 你先帮我交钱 我改天再送过去 第二天我又开始募了 我又去科长护人那边 我说科长护人 你如果正在 你要不要捡一百块 他说好啊 那不用写名字 我说不用写名字 我要怎么交上去 我说一定要写名字 现在这样零零种种听下来 只要是让他知道 可以付出的机会 他肯定是不想错过的 对 因为乃花 她是非常积极的人 她就是 我就今天也跟他们分享说 因为她们的个性 很适合就是 就是有一个团队 对 这个团队就是要 真的就去关怀 就是现在是地球村 来到台湾的一些的新住民 去疼爱他们 对 因为她那种乐观 那种积极 热情 对 又主动 对不对 对 很适合 因为他们有一个团队 对 那我们在旁边可以陪伴 这个是很重要 对 就今天特别给他们鼓励 那个团队那种爱的力量 就会可以去温暖到别人的心里 我有我的光灵 第五的光灵 他们都来自各个不同的国家 地区 对不对 然后个性也不太相同 可是呢 一定还是会有更多 像他们一样的人 来这边要来适应 然后也因为像他的热情 他其实已经种下了好多山 在他所接触到的人当中 对不对 而且真真实实地 让我们感觉到 我们的奶花 把台湾当成是他的家 对 感恩奶花 感恩慈东师姐 跟我们的分享 感恩 感恩您收看 今天大爱会客室 我明天见 有一个朋友 他就说 那个就是开班的时候 会去男性班 进去的时候 就看到很多 都师姑 师婆这样 他们 他们都是带着我一笑 然后那个 春美妈咪 他还给我一个拥抱 我想说 真的太感人 因为我先生走了 就是一年多 从来没有 说 要让给我一个拥抱